這份指導點要帶您關心到 今天是520 國民黨在這一天舉辦了政黨輪替台灣更好實施大會 替總統參選人侯友宜造勢 侯友宜強調說 中華民國民主自由是基礎DNA 並且罕見重砲攻擊民進黨執政不利 更在現場喊出 當選總統之後會到立院國情報告 接受選民的監督 侯友宜動算 侯友宜動算 這一刻正式宣布選戰旗跑 眾所期待的母雞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一身白衣牛仔褲成為團結印記 國民黨在5月20號這天舉辦事實大會 幫侯友宜大造勢 報告並接受全民監督 先喊出全民監督 也轉變人設和談話切點 呼籲炮口對準執政黨實政不利 必須政黨輪替 市場被拿來調侃的口頭禪 合合奏打擊也入講稿 這場世事大會 黨籍縣市長全數道場相挺 現任立委和立委參選人 也異異被證明 但爭取提名失利的郭台銘 出國散心沒道場 挺國派立委陳玉珍也缺席 表達現在自己歲月靜好 從頭到尾沒有騙郭董市長 騙他沒有任何一個人會有好處 黨中央不斷喊整合 但團結成分有多少 恐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9分鐘一集 特別討論到